这一块石头呢 它是出自内蒙古阿拉扇的一块 戈壁摊上的老皮石 这个石头从这里看 一个人物的头 两个眼睛 鼻子嘴巴 脖子下面身体 它这个石头的这个开脸出来了 再加上它这个皮色 自然皮色的包浆非常到外 我们所谓 转一转清晰看一看 再看这边 这样看 这有两个眼 这里一个眼睛 这个脸一个眼睛 这个呢 这样看的话 也可以看两个人物 一个大人物 一个小人物 其实更形象的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石人 这是一个瑞兽 这么一个感觉 很是漂亮 首先它包浆自然包浆 开脸 非常到位 中间的这个白色部分 它这么形成的 这个白色部分 它就是这石头呀 在这个自然机中 它是随着地质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石头后期残存于隔壁潭上 它前期肯定是在地下称结 中间就是这两块石头 称结在一起 曾经这两块石头 或者是一块石头中间 残存的缝隙 里面填充的撒土 撒土经过高温以后变质 形成的这种 带预质的一种感觉 所谓的这个撒和土 经过高温以后 都可以形成这样子 二氧化硅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空气中 所看到的灰尘 GTM有柱子上留下的灰尘 灰尘是什么东西 灰尘就是二氧化硅 经过高温 入用以后都会变成 适应的 我们转圈看看 这个挖石头 形成的石头 也是要了解它的 现在的处处 但是根据这块石头 会去了解它的 随着地质变化的 一个声称的一个故障 所以说关上一块石头 可以像看一本书 也可以像看一部电影 其实在那里面常说的 石头是大地死书 我们玩古董 古董是人类文明的见证 石头是地球文明的见证 所以说要掉了 这是一个零死的桌子 不是专业的零死桌子 放在上面 拍视频 给大家观赏一下 我们换个角度 可以石头 换个角度来看 都可以 这样换个角度来看 换个角度 从这样看的话 这边看 这个图案 这里放的不太正 可以放正一下 这个图案又像个人物 这是头 这是身体 其实这就是这个 成绩的这个 验制身影形成的这个图案 这样看 像个人物 所以说不同的角度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不同的角度 关上它 它会有不同的内容出现 那么就是 观石头 一个是看到的心态 一个是联想 这样的话 就看一个大石人 看两个眼睛嘴巴 一个小石人 我们可以再去寻找一些 人鱼 就是两个石人之间 有什么故事链接 也可以看 石人鱼 什么锐兽动物之间的 有什么 这个人文链接 这就是 这就是 关上石头 其实就是 既是赎情 看着石头 发掘自己内心的一些 人文的文化链接 刚才说 刚才说这样 看这个图案 每个角度 都可以观察 这样看的话 如果看侧面的话 眼睛 鼻子 嘴巴 也可以看一个人物的 侧面像 所以不同角度 有不同的 观赏内容 石头的角度变化 所看出来的 内容是不一样的 很漂亮 一块石头 褒奖相当好 所以一个 其实爱好 这就是 根据石头 来让自己 开拓自己的思义吧 丰富自己的内心实际 感谢观看